HELLO 大家好,我是劉仁赫 你知道天堂裡也有傳說中的海賊王嗎? 除了說話之島,遺忘之島 其實還有第三座搭船才能到了島嶼 這座島嶼的底下生埋著海賊的大祕寶 引來無數玩家穿梭於波濤洶湧的海洋之中 這些寶藏不僅僅是金銀財寶 各是深藏於角落的人性、夢想和信念 關於海賊王德雷克的故事 還有海賊團四大天王之間的愛恨情仇 我都把它埋在這段私人筆記的影片中 如果您不經意看到,請趕快按下訂閱點讚後 一起來看看吧! 天堂在須雨時,和幽與民兩次改版中 建構出一個名為海賊島的獨立島嶼 區分為前後兩個部分 海賊島是由大片的森林與懸崖所組成 是無人可以接近的自然要塞 森林的深處有著海賊佔領過的遺跡 島嶼的最東邊則發展出蜥蜴人種族的部落 這裡主要的獵場有海賊島地間 精靈墓穴、地底湖 還有後來新增的船舶之墓與深海區域 海賊島地間一共分為地下四層 一到三層一開始由蜥蜴人種族佔領 透過它玩家可以傳送到充滿精靈怨念的墓穴 這裡寶物眾多 是玩家聚集打寶的重要獵場 另外透過入口的看守者 可以將玩家傳送至地底湖 有沒有很熟悉 料想不到 原本在大陸黑妖要塞最底層的地底湖 竟然與此連接 而在後半部蜥蜴人的部落中 有著探查深海區域的NPC 透過他們 玩家可以進入船舶之墓的海面 通道與深海區域 在比德雷克還要久遠的年代 許多海盜、軍艦彼此展開戰鬥 商船也因為海盜的掠奪而沉沒 這些船舶的殘海 隨著海流來到了海賊島 那個地方被稱為船舶之墓 經過多年的歲月 船舶之墓成為充滿怨念而悲傷的所在 許多奇異的生物 和失去靈魂的行屍走漏 都在裡面活動著 這座島嶼的地圖 幾乎都圍繞在海賊之中 為當時以黑妖為主題的二部曲 增添了許多豐富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今天的主角 海賊王德雷克 傳聞海賊島上 隱藏著德雷克海賊團的秘密 他們奪來的寶物 全都深埋在這座島嶼之下 所以不斷有旅行者 為了夢想 賭上性命前來 德雷克曾經是橫掃全世界的大海賊 他以膽識和殘忍文明 甚至陸上國家 都無法對抗他的強大 以不斷威脅搶奪貴族 讓他們享有了許多財富 雖然人民都認為海賊 是無可救藥的敗類 所組成的一群人渣 但是他卻很照顧自己的部下 是個傑出的領導者 德雷克有著市民之屬的手下 船長的情人 同時也是航海士的卡蜜拉 船艦長豪士 戰鬥長迪戈 以及機關長弗朗克 就是人們所稱的德雷克四大天王 除了德雷克 迪戈與豪士也是遊戲中會出現的中型頭目 而卡蜜拉與弗朗克則是擔任任務NPC 其實豪士一直擔戀著卡蜜拉 但卡蜜拉早就屬於德雷克 因此有愛生恨 豪士利用奸詐的手段 將其他三位幹部加入了自己的計畫中 準備背叛德雷克 就這樣德雷克被困在地下迷宮之中 因為陷入被自愛所背叛的悲傷中 就這樣面臨著孤單與死亡 另一方面 豪士又將弗朗克與卡蜜拉囚禁 與迪戈一同去尋找德雷克的寶物 但是卻不知需要特別的鑰匙 就一直被永遠關在寶藏周圍的監牢中 雖然德雷克海賊團突如其來的消失 但人們卻只對遺留下來的寶物感到關心 這一段過往一直不被歷史記載 直到身為玩家的我們來到這座島嶼 接下來我們透過遊戲任務來看看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首先要進入海賊島 我們只能透過藍柳村門口的杜發 它只能將玩家傳送到一個隱藏的港口 搭船是唯一進入這座島嶼的方法 不知道航行了多久 到岸後玩家會在島嶼前半部的西邊 往右走會到達一座小型村莊 這裡只有幾位村民與海賊後代在此生活 玩家必須在這裡連續進行好幾個任務 才能接觸到與德雷克相關的秘密 前幾個任務都是透過尋寶獲得破碎的藏寶圖 得到三個部分之後才可以拼湊成完成的藏寶圖 有了這張玩家才能夠在海賊島地尖三樓的魔法陣 使用後傳送到德雷克當初被囚禁的密室 這裡無法直接到達 只有按部就班解完繁瑣的任務 才能夠靠藏寶圖傳送進入 在這裡我們會遇到德雷克的本體 基本上他只算是個任務頭目 當初我記得難度不高 即使角色不到52級也能單獨擊殺 德雷克的外觀如紫色的海盜船長 手持雙刀釋放藍色的迴旋劍氣 行走速度不快 但是還是得小心他的雙刀攻速 日後德雷克的造型 也是新增到玩家的變身清單中 由於德雷克大約兩個小時只會出現一隻 玩家必須從他身上獲得鑰匙 才能進行下一階段任務 加上他本身有機率會掉落聖結界 與靈魂昇華兩大高架法書 所以只要一出 幾乎馬上就被玩家吃掉 要通關任務可得考驗玩家等待的耐心 獲得鑰匙之後 算是完成了海賊島前半部的考驗 拿著鑰匙來到後半部的廢棄村落 有一間房子是卡蜜拉房間的入口 卡蜜拉存在於縣市與另一個世界的加成 只剩下靈魂的半透明狀態 無法升天 他告訴我們 德雷克船長因為遭受背叛 靈魂充滿狂氣而暴走 而他其實算是背叛船長的主謀之一 原本這個世界惡名昭彰的海賊團 有四名各司其職的幹部 當然就是前面介紹的卡蜜拉、豪士、底哥與弗朗克 豪士是個充滿野心的危險人物 德雷克的地位、財富與情人 他都一直基於著 縱使船長對手下非常寬裕 但豪士能無法滿足僅當一個部下 結果他為了目的 欺騙利用了其他三名幹部 豪士先是要考驗德雷克對卡蜜拉的感情 讓卡蜜拉假裝在一個廢棄的洞穴裡受傷等他 其他人告訴德雷克看他是否會敢來 他的確是敢來了 但卻掉入了機關長弗朗克設計的陷阱 卡蜜拉的記憶也到此為止 後來豪士沒有殺他 而是將他囚禁在陰暗的地牢中 直到昏死沉睡過去 他也就變成現在半透明的靈魂狀態 希望玩家能夠幫他拼湊出當年的真相 首先卡蜜拉幫我們傳送到弗朗克所在的地下迷宮 他是這座島上所有迷宮的設計者 雖然還活著不過卻沒有戰鬥能力 原來他也是被豪士誘騙 間接背叛德雷克 原本只是要讓船長看看自己的能力 於是在卡蜜拉前方設計出最新的陷阱 沒料到自己卻害死了船長 弗朗克擔心豪士會加害自己 所以就把自己隱藏在設計的地下迷宮 而將寶藏與豪士迪哥困在一起 直到老去都一直抱著對船長的愧疚 最後他教給我們一張寶物所在的迷宮構造圖 卡蜜拉看過之後就知道迪哥的所在位置 傳送過來玩家就要開始小心 因為玩家必須通過三個任務考驗的房間 才能找到迪哥 分別是擊倒怪物的集中之房 德雷克幻象的考驗之房 與尋找鑰匙的運氣之房 通過後便可以傳送到迪哥的廢棄監獄 遇到迪哥時 他會述說著德雷克的種種不適並攻擊玩家 擊敗他可以取得迪哥的舊日記 迪哥是以自己的意識加入豪士 只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的麻煩任務 擊敗他後 接下來只剩下關在最底層地間的豪士 來到豪士的地間 雙方沒有對話 豪士便雙手拿著飛刀衝來 迪哥與豪士都算是任務頭目 難度不高 只要控制好血量再攻擊即可 從他身上會掉落弄咒的情書 這封由豪士寫給卡蜜拉的情書 多年前當場就被卡蜜拉厭惡而丟掉 豪士卻撿起來一直待在身邊 因此以後愛生恨造成這個悲哀的結局 卡蜜拉的靈魂知曉了一切 但因果輪迴導致他無法升天 他為了感謝玩家為了一個靈魂所做的一切 將德雷克的寶藏鎮宇作為回報 德雷克寶藏一共有五種裝備 分別是榮耀之劍、深淵雙刀、極近十字弓、漆黑水晶球與信念之盾 玩家不論職業可從其中選擇一項 個人認為最多人選擇的是漆黑水晶球 這個由充滿神秘力量製作的高貴水晶 是法師唯一能增加魅力的武器 也是當時頗為流行的黑暴法必備的裝備之一 從踏上海賊島的那一刻開始 玩家如果要獲得德雷克的寶藏 必須花費超多時間才能完成這次的任務 如此繁瑣隆藏的流程 應該是天塔前所未見的 海賊島與大祕寶的內容 似乎也在呼應著當時頗為流行的海賊王 去找吧 我把所有的寶藏都放在那裡 人的夢想因為慾望永遠不會結束 如果你喜歡海賊島的影片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7秒! 7秒! 感谢观看